可是其他的人责不染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努力的受戒 不要再听有些人说 做到了才能去受戒 不必等到做到了去受戒 还有些人说 我受了戒以后 我做不到啊 做不到我就犯戒 那我们讲你犯了戒忏悔 可是呢 我是忏悔了 可是我又犯了 那怎么办呢 我说再忏悔 可是我又犯了 又犯了就再忏悔 屡犯屡忏悔 屡造业屡消除 最后消除还是没有 都消除干干净净 可是你如果不受戒 你怎么会忏悔 如果不忏悔 谁能保证自己一点恶业都不造呢 所以啊 这里佛说的 听到要是流利光的名号以后呢 也是一种还得清净的方法 还得清净和忏悔一样的 因为忏悔也得清净 那前提就是呢 忏字是知道自己错了 悔字是以后不再犯了 你可能还会再犯 但是现在我忏悔 那么前面的恶业消掉 后面那是重新又起的恶业 它没有累积 因此我就再忏悔 又消掉了 所以你永远是一个惭愧的修行人 那你就永远进步 惭愧的时间长了 忏悔的时间长了 有一天 你就懒得再忏悔了 懒得再忏悔了 一下子把某一个恶业 从此以后 坚决消灭的干干净净 你就进步一大块 这就是善法的力量 这就是戒体的力量 甚至有的时候啊 经里边告诉我们 这个戒体可以跟随我们 一直到下意识 虽然这个肉体消灭了 既然戒体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 那么这个肉体没有了 下意识怎么会再生起呢 那是由于善法的力量 戒的力量 随着你新生的这个身体 它就会沿着过去的吸气 再一次产生 所以一定要去受戒 受了戒以后 一定要持戒 万一持不住了 一定要忏悔 而且要多多的念 拿摩要是流利光如来 拿摩消灾严寿要是佛 如果我们的信心具足 我们不见得要念35佛 53佛或者88佛 我们只念一句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同样的道理 一定可以消也 念拿摩要是流利光如来 可以消 拿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也可以消 道理在哪里 道理就是因为佛的名号 它是清静的 是佛累劫累世 修清静界聚起来的 巨大的 德能的一种标示 佛号本身就有灭罪的功能 像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一句能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有的地方讲五十亿劫等等 也不太一样 分人分时候 总而言之 能消不可思议多的罪业 一生佛号能够消那么多的罪业 那你现在造的 如果是比较小的罪业 或者毁犯戒律的一些情况 当然都能够消除 我们应该有信心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佛对法对僧的信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信如果具足 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信如果不具足打了折扣 效果也一定打折扣 佛的功德那里没有折扣 折扣在我们这边